天爺他們前幾個禮拜來跟我聯絡 看我能不能跟我來跟大家報告李長榮的事件 昨天我們看到李長榮化工高雄廠的氣爆之後 警消人員在失蹤了 51 天之後 終於找到他們了 高雄的李長榮氣爆真的是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生命上產產上還有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 都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我就想到其實在新竹 離我們竹南不遠的地方的新竹 也有一個李長榮新竹廠 在 27 年前我們把他趕走了 所以新竹的李長榮現在已經不是工廠了 好 那我就是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當年我們怎麼樣把李長榮趕走的這門經過 好 來 那再可以下一頁 好 高雄的氣爆 我們其實幾 51 天了 在今天 9 月 21 日這一天 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傷痛的日子 就是 9 2 1 的地震 在 1999 年 9 2 1 地震 那在今天我們來同時來想像 這兩場的災難 我們 其實我覺得有些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有些災難我們沒有辦法 像說地震 地震我們沒有辦法 它就發生了 它就發生了 但是人為的這種工廠的災難 工廠造成的公安的危機危險 其實這個我們應該要記取教訓 我們一定要記取教訓 然後來把它盡量的避免 好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要向這些警消致敬 昨天最後兩位 失蹤了 51 天的那個 警消人員的遺體找到了 這是可以避免的災難 為什麼呢 因為你常常化工這一個 無良的工廠 它是一個無良的工廠 它是一個寧願繳罰款 他也不要做污染防治的廠商 那時候在新竹 他去買的是日本的舊機器 二手機器 但是他沒有買污染防治的設備 然後他盜竊卻不認錯的廠商 大家可以看到當時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盜竊了 但是他卻沒有認錯 然後現在是不是證明他是有錯的呢 是 他是有錯的 而且他也有刑責了 但必須要賠償了 但是在27年前 我們的資歷究極換到了什麼呢 27年前不是 跟現在是很不一樣的 27年前是戒嚴時代 在戒嚴時代 大家其實是很恐慌很害怕的 因為他有刑法的那個限制 你不可以抗議也不可以遊行 所以那個時候叫做自立救濟 然後隨時都有情治人員來搜證 你在你不小心或是怎樣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叛亂 然後那就是刑法100條的 唯一死刑 這樣 好 那27年前 新竹市水源裡的居民合作 攀接起來 合作起來 完成的這一場戰役 得到的是什麼呢 好 這個就是當年李長榮的工廠 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他發出了非常大的臭氣 所以居民就到李長榮的工廠前面去抗議 這個building就是他的行政大樓 他的辦公室 後面就是他的工廠 這是一個差不多有五公頃多的一個工廠 好 好 當抗議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工廠一直不改善 所以居民就在 等一下 上一頁 上一頁 對不起 在工廠的前面 築起了一個混泥土的矮牆 就是 然後呢 只有留一個小小的通道 是讓那個摩托車跟機車人可以過 但是呢 車子是不可以開進去 卡車不可以開進去也不可以開出來 好 那他為什麼他那麼嚴重呢 因為你看 這是清大的一個教授叫做金揚和 他在清大 在清大都可以聞到 那個李長榮的那個廢氣的味道 非常的臭 臭到他必須要戴防毒面具 他在那個他的研究室的時候 他都要戴著防毒面具 好 提上課 在那個貝克 好 當時的居民 水域的居民 就是這樣子抗中的 這中間這一個人 是當時的新竹市長 任復勇 他就是到這邊來 所有的居民就一擁而上的 去跟他抗議陳情 跟現在的也很像 現在我們如果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 我們沒辦法利用而上 現在都警察在前面 對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流行 有什麼東西叫做巨馬 然後刀田巨馬 鐵絲網 當時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大家就有上前去 然後就白布條倒是都一樣 所有的都是會寫白布條的 好 再來 不好意思 好 可是現在呢 現在的李長榮變成這樣 他的工廠還 那個地還在 地還在那裡 但是呢 沒有房子了 所有的廠房 機械 全部都拆掉了 變成一片空白 空地 然後呢 然後長了很多的草 很多的樹 好 下一張 這張比較近 你看 這裡面 其實那個鐵門還在那裡 對 鐵門還在那裡 然後這樣子的 裡面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平平的 什麼都沒有的工廠 那個鐵 還是李長榮的 所以現在求償有沒有 他被要求要賠償 這些這邊的鞭 他是要往變成住宅區 住宅地 當年他想 對 當年他想 但是被我們擋住 對 我們把他擋下來 好 再來 好 你看這裡面 就撕下這樣子 好 再來 好 然後呢 其實李長榮的旁邊 還有一家工廠 叫做新竹化工 新竹化工的污染 是更加嚴重的 新竹化工呢 他是這個樣子 可是李長榮被趕走了以後 新竹化工趕快夾著尾巴就走了 因為新竹化工更大 新竹化工他就停工了 停工他就把工廠留在那邊 他也不拆也不怎麼樣 然後呢就繼續 好 你就可以看到新竹化工工廠的煙囪啊 什麼的 就簡直是廢墟喔 然後呢 是這樣 從各個角度我們去看 新竹化工呢 留在那邊 留在那個新竹化工的原址 留在那個新竹化工的原址 留了大概差不多十幾年 後來 變成這個 艾滿 艾滿 被遠都買去了 艾滿 艾滿這家 就是新竹化工的原址 然後再來 可以看到這是艾滿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是新竹的天燈館 就是當年在前幾年吧 在上海的世博 世界博覽會 有一個台灣館 台灣館呢 就是做成一個這樣天燈的行 在上海的世博得到非常大的 好像非常大的歡迎 所以呢 新竹市政府就把天燈館買回來 就把這個二手的天燈買回新竹來 所以要弄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地方呢 是台肥 台灣肥料公司第五場 台肥五場的地上 放在這邊 新竹市政府用了台肥 捐給新竹市政府的地 然後呢 在這邊蓋了天燈館 就是超大超貴的文字館這樣子 好 這個地方我剛才講到的 台肥 新竹化工 李長榮化工 這三家公司當年都是污染的公司 污染的工廠 它是三角形的 呈現三角形的一個方式在這邊呈現 所以我們將它新竹的獨三角 獨三角 就是又臭又毒的 現在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好 可是 這個還在 這個還在 這個是油庫 就是中油的油庫 油槽 然後呢 就是在這個天燈館的旁邊 這是一個油庫 好 再來 好 從高的地方看 油庫是這樣子 那李長榮在哪裡呢? 李長榮是順著這一條路過去到後面那邊 在那裡 好 油庫 好 再來 很可怕喔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 每一次的選舉 候選人就會說 我們要馬上趕走 每一次的選舉就說 要把油庫趕走 趕到二、三十年 從來沒有把它動過一根毛這樣子 來 好 再來 有油庫就有什麼? 油罐車 所以油罐車就是來來回回的跑 有油庫就有什麼? 就有油管 在地下就買了油管 好 請 好 這個就是台灣的那個油管的分布 從新竹 然後台北這樣子一直一直弄過來 那當中間的是主要的蓋管 主要的蓋管 主要的蓋管 然後呢當然還有支線 譬如說新竹的那個油管 會到機場 到機場 新竹的飛機場 那個油怎麼可能在 怎麼可能在路上用 用油罐車載 不可能 一定是用輸油管過去 可是在哪裡呢? 路上 這路 某條路的下面 某條路的下面 但是 沒有公布欸 我們都不知道 就像 在今年的7月31號以前 我們不知道 那個高雄的地底下有什麼 有什麼管線 我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也沒有人公布 那因為他不公布 所以呢 更不知道他有沒有好好的維修 好好好好的那個整理 那如果這些東西發生的爆炸 是不是又也是另外一場的悲劇呢? 是不是呢? 好 來 我想到了 這個 講問水先生說 同胞要團結 團結 團結真有力 等一下我要給大家看的這個紀錄片 就是一個團結真有力 團結真有力的一個見證 再來 好 就是 報告完畢 好 來我們來看影片 這個影片呢 我要在這邊說 這個影片 我現在要放的這個影片 是27年前 28年前 綠色小組 在新竹拍李長榮的 這個 拍李長榮的水源裡 這邊的居民的抗爭的一些片段 綠色小組拍得很好 大概拍了一兩個禮拜 收集的一些片子 但是那個時候 李長榮還沒有被解決 還沒被解決 然後那個片子的前面 最前面是一段沒有畫面的聲音檔 那是什麼? 那個是當年居民跟廠方一起協調的時候的錄音檔 我們要把時間回到30年前 要回到30年前 大家想30年前 在座有些人是還沒有出生的 30年前的時候 是沒有這麼好的這個3C產品的 所以呢 照相 如果你要照相 是要用底片的 那所以 大家就會很珍惜 所以大家照相都要排排站好 然後照相 甚至在這更久以前的話 照相是要去照相管照的 然後那個時代 有一個很好的照相機的人 大家就會去照相 然後用有底片的 所以不會像現在的數位相機這樣子 哇!什麼都可以拍 所以其實照片很少的 好 那這就是 剛才我看到 大家看到的那一段 我們稱它為沒有政府的日程 請放 請放 前面的那一段 可能可以要 要 有一點點快 沒關係 好 1986年 民國75年 新竹市的水源裡 發展爆發了一段 前所未有的自力救濟事件 整個事件 從1986年初 延續到1988年4月 這個事件改變了水源裡的命運 一群為鄉土 為子孫的長輩 替水源裡 增回這個祖先留下來的可愛家園 研究台灣社會運動的學者 稱這個事件是沒有政府的日子 水源裡民在政府工全力不張 製造污染的李長榮化工 氣焰高漲的惡念環境下 為了自己團結起來 成功的趕走了污染 這個工廠圍廠425天 學育我們在霸佔那個立法院多久 二十幾天 那就是二十幾倍 而且是隨時有人圍在工廠的前面 絕對不要再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絕對不要再發生 因為太過慘烈 好 接下來是一段聲音檔 如果可以的話先 這個字 民國76年1月18號 那時候這個溫火部 就是當時的里長 他 他在協調會上面 那時候就有一些陸林檔 政府政府也要提前 會要證明說 安靖在幕後 政府加法 國外交合法 政府也在這裡 會進入三十三日 政府也會進入三十四日 政府也會進入三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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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江西議員 政府也會說 我不是說我們要輕易去 很快 好 來開始 大家一起來欣賞吧 那是晚上 再來那個水 沙龍的前面 那是一個棚子 那邊還有火車路 對,火車路會沉進去 內彎線 對,內彎線 火車路 這就是伊東元發光 新北青的大門口 自從今年二月二千開始 我們志願李明 無論頭髮還是落後 在野落在這裡 倫斑看狗 已經七九八月了 不是我們吃肉燒的 要來這裡錄影 如果人家擋漏水 我們公共一張這樣 目的只是為了一個清潔的環境 為了我們小時候的獎來的攝影 現在是大石頭 什麼意思 地球的為了自己的理由 不關別人的生死 我只能當炒氣 要有一點地下水 地下水的味道外 吃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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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說最需要消毒 我們幾個邊 找理中的法官 理論 但他看我們正常人 鼓勵好幾乎 一載氣壁 完全不照相反的藥手 有什麼 不然有靠近 靠近 如何要加錢下去 就是一天的開始 那咧 我都叫他去辦公 早上天那裡更 他就來掃頭腳兄弟 幾乎相當 都沒有一天打架下去 後來這裡電班工 一時 他有人要留餐做事 有人要去上班 有人要坐在那個時候 有人要來這裡 哪做手工 繼續勾下去 這世人 接到六千十歲 才知道到老人 經常要來這裡 卡位邊 生人 那時候已經177歲了 現在已經104歲了 還在 還在 是高興破搭嗎 還在 有你那個沒有人 就沒有人 不是 你那個阿公 你那時候 就沒人過 有事休息 沒有人過 是吧 哦 哦 床里面用餐料 好,來這裡 呃,呃,呃 呃,呃 呃,呃,呃,呃 呃,呃 呃,呃,呃,呃 呃,呃 就很像一個小的那個小工廠 大家都在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永遠維持那個棚子底下1000歲 1000歲就是 都是很佳 雖然你有幾十年 所以馬上我聽見 全你總共五千萬人 自古早開始 做完的科夫才能去投生我 在這塊土地面上打拼 困難政策 只能說是頂戰車的擦槍 以前頭前家就由我們家沒老過 水管裡也就是新頂市的水管地 我們幾個大家住在這裡 政策賺錢別人辛苦 但是生活一直過得很安定 家庭鐵鞋三個照顧 好想吃飯 我們求的志士明明安安 快快落落過程簡單的生活 好 我可憐祖公仔老了 幾個這麼殘忍 飼家庫主 無憂之路 希望竟然能夠過條健康 幸福的意志 你看他們在那邊 因為那邊水源很充沛 你看他們種田的時候都打不腳 然後就這樣四字經 那邊有那個水 好 那那個地方就跟我水源 你不是新竹的水源啊 那我這邊就是從前行 他用羊羊 對 好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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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是如果我都沒有 那餐的天佳啦 還稍微有他們的銀杆 你怎麼看那些人不敢走 但是一道球球的牆 就是河昌龍的圍牆 我們的派出名 離中的化工程 為了他輸了一個利益 沒有搞到百年來生存 不然有煙空氣 極加減充的是 我經過處理就擺放的毒水 頭是切了不夠 連三人要吃的地下水 也受到有煙 這麼濕的濕的濕的 我都沒有在那邊水溫 因為那邊是水源 可是他們都沒有自來水 他們都是臭的地下水溫 欸欸欸 我現在的水溫 多久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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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那個水溫裡面就不夠 這水溫 真的人家很怕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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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 這個 我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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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個 那 那後頭沒在獎 По一對 probably 不過那個玩oe go ahead 所以它有劊子 會怕了 你可能是 correl子的 fair sun 我們不過去那個 的話比較不重要 怕虛做了更好的 losing water slips through oil 你們看到站起來是在慶祝 好的保護人уки 像倒 Turn back 他們看到它的 doctors就不敢看 些就是看一個東西 發展到畏面 Rudy 好不好 准备这里的救命 这样太太太太 太太太 我们知道吗? 那只是性命 我们在这里太太太 明前一年 案子和姓姓 准备我们将来 孙姓的姓姓 一代一代 的姓姓 再她的生日完了 那是191 要說他嗎? 對 師傅你這樣 因為這個水是給我們吃的 不就是中 不用了 不用了 才來吃 去烹飪 不用了 不用了 到這邊可以 因為我們老的 如果我們來死都沒關係 他們就留待了 不用待了 還是要留待了 我們老老家這樣 我們這個服務 我們吃了 又水不好 在洗澡 洗澡 泡水 然後就蓋子 在米兒的一陣子 現在現在 真的先進去 水就醃倒 醃到那裡就醃倒 先將他轉 這就沒有人 共同性恥 這個就是跪下 他父母是在家修流 父母做事,前後就做事,現在都有事 這兩年中間都會先就有帶人出來 國父在中,當然就在這裡大樓 我們就拆整頭 然後一樣,都在這裡大樓 看他沒有,他不會完全有 在這裡一直大樓 老闆才拿好來洗澡 不像老闆,老闆拿好來洗澡 洗澡來帶來看 李中元發覺 不然不會在國中公開的電話講 會把我們水管理做一個好處理 但是這幾個月對我們水管理的八歲來說 尤其感到疼心 因為李中元發覺的阿爸 加上錢錢會無力 有不定他在這裡打鼻子說 這是最後一條路 只有採取自立經濟的方釋 才能保護我自己 那時候連寫字都要從右邊開始寫 他的書寫都要從右邊 他的書寫都要從右邊開始寫了 他現在只能說 你如果擺帥的話 其實他會有很多 他的書寫都要從右邊開始寫了 那麼多 他邊兩、三百元而已 如果他在這裡 我們現在進去就是 好便宜 好便宜跟他很客氣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他不叫他在右手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小姐就有人接 所以我們 臭屁在那裡 他在這裡幫人家 人家去接 其實協調委的時候 他們也答應過非常多次 而且協議 但是通通都沒有用 然後市政府也不理 而且市政府也說 這是合法的公家 不是政府 其實是完全都倒到在那裡 居家 他政府說不得了 請他們 政府出來的機會就不得了 沒關係 政府 政府 我們這八十四就沒關係 那他比較高於李允英 李允英 只要有資金 就像政府 我們這八十沒有資金 是 那現在很像嘛 新放大 現在政府對未來財產 但是整個都放大 那你想要也是這樣 下雨天 台風天 過年 大熱煙 他們都守在那裡 守了四百 其實是四百五十天啊 真的有搭棚子 搭怎麼樣 是 但是之前就是 因為大家都去 就在那邊 坐在那裡 然後就被警察 抓著 丟到那邊 就在那個旁邊 所以他們其實很早 李允英 煮李允 我們在工廟裡面 油管車 用調車 那個不是有一個昏離圖的礙牆嗎 有石頭啦 石頭圍著 所以他就現在要把車子用 卡車用那個調車 調出來 大家就開始去了 他就全部人都從過去了 然後就把那個外手的司機拉下來 下來了下來了 然後就把那個外手的司機拉下來 下來了下來了 下來了 然後是一個多八十二 然後就在英國 在英國 在英國 那是理事長 那是理事長 董瑞的理事長 工曼座 李章園這張爛爛爛的工長 是政府地道處處為你設想 替他講話 當然政府是在消滅公開 或是在折磊責任公開的人 市長對於市長的場地變成第五的事情 聽說最近遭遇的省政府部位 還說過這件事 省政府部位並不是說原則性不同意這個部位 只是在一些昼夜的 必變的附件方面 我們沒有做得很正氣 所以必須再來補足這方面的資料 譬如說這個土地的詳細面積 因為他們到時候就想要變高的這些資料 這只是資料的原因 要把那個水源裡的強龍的土地 跟工廠一起變成那個陸廠可以完成 當然在這個作業的程序上 我們希望能夠盡早來完成到這個基礎 我們說什麼時候能夠確實的日期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事的工作 我們會請三位作為重視這個案子 他要變高那個土地 那有關這個立場 這個是黃教授 清華大學孔季師王教授的立場 他那時候是新主市公開公司協會的創會立場 一定要在不變更地步的情況下歸場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要求就是不可以變更的一幕 變更地 現在S能有變更地 大批的自在之後呢 勢必會產生二次公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居民呢 勢必會再度 等於說呢 還這個二次公開 但這個學衛的立場 希望這個市政府呢 新主市政府呢 工錢力使他會產 而且呢 要這個 能夠呢 按照我們他的這個 行為的生命的意願來辦理 絕對不能呢 這個 變更地步呢 是 駐造公開者呢 得到更多的利益 去年五月十四 有這樣的鄉親 來想要我們的環境和活動 錄影啊 今天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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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ing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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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五 結果 附近你們 一 劉威 兵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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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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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國族 黏老師是從鹿港的反杜巴越東開始 就開始非常關心臺灣的土地 然後我們在新竹的水源裡的抗風的時候 黏老師就從鹿港來新竹包 這一天是鹿港的鄉親 鹿港會來防治協會的鄉親 來新竹水源裡 跟我們打戲加油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跟他們講 就講說我們這邊是怎麼樣 那其實那個鹿港反杜邦運動做完以後 全鹿港的人都知道不可以 這個杜邦不可以來 因為他們去教育他們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怎麼樣 然後本來雞姐都是要問那些手什麼 什麼 呃 領袖 因為去街上 只要一路高度一路 不然他就跟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反對方 看這面斗 看他們這面斗 在那個時代 是 沒有那麼方便的 沒有臉心 沒有網路 也沒有什麼 什麼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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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原始實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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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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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飛著石頭 他們去蓋水 他們收穫在水園裡 可是他們需要去讓他們去蓋水 經過我們三億檢驗的結果 共有黨 所以 我們這天 就要去幾個公里 來所在的蓋水 這種的日子 也一定有禮花 這才的水 現在是看來有的問題 因為這個 副阿青 沒有什麼 二弟就有 那你多過來蓋水嗎 我們 差不多 每天都知道 因為你剛才有多少人 都來這裡蓋水嗎 全年 一年到十三年後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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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 那你準備到當時 才不會蓋水嗎 那你怎麼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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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蓋水 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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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裏有副館 可能是有問題 結果這裏檢查也就是這裏 現在的法庭是最主要去檢查嗎 剛才這裏檢查 大家也不在 那裏副館的那裏都在那裏 都不在那裏 不在那裏 都在那裏 都在那裏 那裏面說的 主要去檢查辦公室 有什麼理由 大家的主席沒有先去 我們說那裏面就對了 整個集結組 最近很多人都在那裏面 他在追求他 都一直送我出來 追求他的公司 人民也有影響 我們現在就 盡量了 都在台灣 結果一公司就在那裏 最多的就在那裏 但有這個電台 大家也要去做 那不过那怕得到有什么银座吗 全家自来水用来这个厨房 饮水都是用这个自来水来用 那你认为这样自来水 有没有安全上的过滤 不论吗 我们都很相信自来水过自来床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还是很安全的 那这边的地下水呢 相信你觉得这边地下水 你去到路上这样就做了 自来水 那当初是等下一个情况来装个自然水 那这个我就不大晓得 反正就是说市政府 说跟总部主任讲说要来这里转 然后有金银可以随时来这里拿这个 自来水回去利用 那金银都认为说地下水有说忽然 所以他们市政府就 就花了20万块来这里装 这个营养午餐的规定 是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在学校参加制营养午餐 没有 没有这样子硬性规定 是有参加的 那现在有小朋友没有参加吗 有 有的是加张亲身带饭来给他的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十来位 请问这个学校总共有小朋友多少 有差不多将近七百万 我是想说这个老师是怎么跟小朋友解释说 目前这个大家在争议的这个地下水 这个污染的问题 老师是怎么样跟小朋友解释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我们的原则是 这个书房的 跟学生饮用的都是用自来水 那么 你能洗手的是我们自己 学校的这个地下水 为什么是这样处理呢 为什么没有全部用地下水 因为清零有的反应是说 认为地下水有受不染 所以四十五一也跟我们装了这个自来水 那我们就相信自来水 公司就自来水 比较安全 这一回来 也不少 真是 有了 你不要再来 哦 六十三 有十当市政府 竟然有凶座的称段 要来拆到毅力理中央门口的旧头 我们几阵头大小看 是头白的 命来限度 准备把市政府又理由 为什么叫理中央切手 在石頭上就要用公判理 要對付社長的地勢 一張只顧自分家 無顧佩座的人 是要怎麼做在新的市的大家庭咧 他們全部都坐在那個石頭上 所以他們去坐在立法院 那個新政院的時候 他要在那個新選 一定 他們像我們所做的東西 讓白水到時候都能找到好 這個白水港要吃得好 那麼他只能帶給他來騎車 那麼騎車之後 要洛杰 洛杰再也要來新選 要不要新選擬了 要不要新選擬了 一般我都會派人家這個家 有些這客人 要不要新選擬了 穿外國的軍事 輪進外國的軍事 政府要說 要求李朝元化國 改成武將奉旗的特色 但是他正正說 答案 建源時代 你要知道這是建源時代 這個豪唱 1986、1987的事件 解研是1987的7月15 來解研 政府所有的事件 大家要做這個保障的支持 我們要做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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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人 穿白衣服的女性 就是溫景蘭 就是到時的立法委員 是的 立法委員只能站在旁邊 就是溫暖住 是水源民的立民 是那個農會的議事長 是農會議事長 你們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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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塞住 所以你們的議員 拜託我把這個控制 控制 控制 是 有些人 要做什麼 沒有 您的議員 很大 是 是 是 等一下 我們這個 看來我們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 稍微討論一下 其實這個水源裡能夠把你趕走的 靈魂能物 關鍵能物就是這個 王冠祖先生 有怪事就把剛剛那些石頭通通都挖走 因為你協調就挖走 市政府標示 拆掉了 每天也派警察跟市政府的政府來看 每天社會派人來看 結果呢 結果呢 就洞了一個為你組的 在這座城上 紋真來到我把牠滾喔 眼睛劍劍劍 看到怪手中焦頭 牙走 石頭挖走了以後 石頭挖走了以後 忽然有沒有解決 沒有 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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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了 混泥土的牆 暗圍起來 然後 我說 我說 這是團結的結果 因為 因為 開始問了 誰 這個是哪裡來的 有 全村的人都知道 全村的人都知道 是哪一台 哪一台 鐵牛車 哪一台 什麼 砂石車 誰去叫的 哪一家公司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 但是混著的時候 都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喔 所以 那個牆是自己長出來的 就 就是 海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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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海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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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場的老大人 出面周董 所有的資材都在土壞 李教園 求人 求到這種地步 人 人無可信 他在現場 我們整個大小孩 都做一碗來 換一碗酒頭 用歐巴頭 十塊起來 準備到他 車廟到地 我們總體 不知道 尚心李教園 跟市政府的八十歲了 民國 最后的那個 民國 人 就是這一組牆 到 抗震到結束 全部都結束 李長榮 放棄 這個時候是兩百多天 這是兩百多天 然後到四百多天 還有兩百多天 還有兩百多天 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叫做水連禮子 是當年很有名的歌手秋成 他那個就在紀念那個秋成 他做的 歌曲 然後歌詞呢 就是 現在要選西圖市長 不才人間 寫的歌詞 有brar 激坊 蘇要詩 1個是 2個是 4不16 4不16 ept 1位 ipse Ua 1隊 3 4 大家 advocates 注意 我知道 讓人 1967 我們 ентов 在這裡的一切環境 完全動動牌 聲聲是翻鼓勵 然後就怕孫來打鼻 大家可以自情追願力 這個是抗爭到兩百多天的時候 拍的紀錄片 後來李昌龍受不了 就走了 李昌龍就走了 然後李昌龍走了以後 工廠也拆走了 廢水也載走了 然後全部的事情 就什麼東西都拆掉 就變成剛才我給大家看的那個 我給大家看的那個照片 就是一片那個 那當時剛才有看到說 市長說要把它變更地木 可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變更 原因是什麼 除了那個 新竹市公開防治協會的那個 我們大家一起去表示反對之外 除了我們一起去反對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去恐嚇他 去恐嚇李昌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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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恐嚇啊 就是說好啊 變成啊 我們在我們棚子這邊 那邊全部都是你們李昌龍的地 這邊是我們的地 我們買一瓶 我們買一瓶 要在這邊蓋一個杯 上面寫 這裡曾經是李昌龍化工的所在地 他生產什麼什麼什麼的東西 會對什麼人的心肝脾肺腎 皮膚什麼什麼 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個以此為 在這邊特此警告大家 這個土地是有危險的 你蓋房子啊 你蓋啊 真的到現在都還沒有啊 所以最近不是要求償那個抵押土地 新竹的這一塊也在抵押裡面啊 他還沒有賣掉 他還沒有賣掉 包括那些新竹化工 剛才我看到新竹化工開飛 都已經賣給別人了 李昌龍沒有賣掉 這樣子無良的廠商 我們真正的懲罰了他們 他們走了 留下來的是 留下來的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那麼不要錢的追貴 水源裡的人民沒有拿到一毛錢 怎麼補償什麼 光光這個受傷的那個 就是皮膚潰爛的 然後這個家裡 那個地下水被污染的 全部沒有任何人拿到任何的錢 沒有拿到任何 而且他們還被告 他們還被告 但是他們得到環境 這就是1987年在解嚴前後 1986、1987年在解嚴的前後 在新竹市的水源裡發生了一件 自力救濟抗爭成功的事件 我們成功 對 所以7月31那個高雄的李昌龍七報 我們終於知道當年我們趕走的是什麼 我們真的是把他趕走 因為其實如果這樣一報這樣旁邊 大家知道旁邊是中油的油庫 旁邊就是中油的油庫 那時候油庫也在那裡 然後那邊是新竹化工 如果當時發生什麼氣爆 發生什麼爆炸 那真的整個新竹的東區 就化為歸井 像我們新竹市現在的市長 是個白癡 他做那個天燈館的時候 要慶祖天燈館的那個城裡 他要在旁邊放天燈 後來還是有放 沒有放 他有放 因為他風向後來變 後來他還是有放 因為一開始他說不要放 因為那個時候後會吹網 對 因為我去查一下 你知道他本來是要放 八千八百八十八顆天燈 日人風子你知道嗎 八千八百八十八 就是等於四千四百四十四兩次 後來他好像只有放主燈 只有放了幾個 然後是嚴密監控的天燈 可是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不管風從哪邊吹啦 吹到這邊來的時候就是油庫 吹到那邊的時候有瓦斯槽 再吹到另外一邊的時候有什麼呢 科學園區啊 科學園區那些電網啊什麼的 掉下去也不是好玩的 然後他只能嚴密監控 但是他本來想的是他要放八千八百八十八顆 這種白癡市長 他說後來他說 喔風向改變 那只是他自己的下台階 新竹的風吹過來吹過去 大家知道新竹叫做封城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就是那樣努力就對了 好 好 請說 針對那個天燈館來講 不是 那因為是四國嘛 是有那種性質 請問林一環都在這裡嗎 沒有 當現在都沒有回來 對 不好意思大家 好 謝謝 就是四國那個比較像是夜市那樣 就是大家一個展覽會 好了 完了 至少東西都拆掉了 然後會把那個東西在 那個展覽館再運回去那種國家 通常就是很窮那種國家 才會做這種事情 那台灣的經濟發展又不是那種很窮的國家 可是我們竟然把那個 那個我們那個主廠館運回台灣 我就繼續覺得很不明晴 是啊 那個 就是那個就是一個臨時性的設施 臨時性的設施 可是要拿來永久 變成一個永久設施 這是第一個是很奇怪的 那個做天燈的這個公司 他們本來覺得他們自己完蛋一定虧了 因為花了很多的錢 一定會虧了 結果新竹市政府用了 四億五千八百八十八萬 它是明信數字 它不是去算耶 我覺得我們現在要標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要買一個東西 我們會去算說那個價值是多少 它不是 它是明信一個數字 它大概是做夢夢到那個數字吧 就四億五千八百八十八萬 這樣子的數字 然後就把它標來了 標來了 都不能用 因為就像你講的 那個其實都已經 本來就是臨時的設施 不能用 會全部弄 結果花了那個整個天燈 花了多少錢呢 十五億 十五億喔 只是蓋那個天燈管喔 然後那個地 地 地 不算在裡面 一萬五千坪的地 那為什麼會有那一萬五千坪 就是剛才講台肥 因為要變更地墓 台肥是工業用地嘛 它要變更地墓 變成什麼 什麼科技發展商業區這樣子的地墓 所以它必須要回饋給市政府 它回饋給市政府的地 是一萬五千坪 這一萬五千坪 通通被拿來做天燈 天燈管 然後呢 一天都沒有多少人進去 我們在裡面看到一個牌子 上面寫的是 一萬人 就是那個場館 可以容納一萬人 可是我們常常看到那個牌子 連工作人員 連什麼通緝區不到一百人 就是這樣子 一個巨型的蚊子館 而且花很多的錢 錢也收不回來 裡面的那些 在那邊擺攤的那個攤商 就一直撤櫃 撤櫃 然後就一直 那就沒辦法就是簽約了 然後那個租金還比不上那個利息 所以就是一個白痴 真的是一個大白痴 然後現在就是放在那邊 我們真的也不曉得 你說把那個天燈管拆掉 炸掉 也不行 然後呢 你真的要把它用 要怎麼用 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很 很白痴的一種做法 好像那新竹市民好像都 白痴 對 對 就真的白痴 也不曉得 就真的白痴 所以 那我們就會 像我就會很難過 就是說 那個地方 我們曾經很努力的 把污染排除 所以那個地方 現在公道 變成一個很可以居住 環境很好的地方 那裡是新竹很少有的那種 比大片的米地 水源裡 它叫新竹的水源 剛才講說 他們不相信自然水 為什麼 自然水是從那邊衝過去 拿去自然水場 再流出來的啊 所以他們不相信 那是新竹的水源 對 然後 那個地方又叫做千甲梨 或者叫做二十張梨 千甲是比較誇大 但是二十張梨 一張梨就是五甲 所以它是有一百甲 一百甲是非常大的平地 是通前西南南的衝擊平原 是非常平的地方 是我們的古倉 我們從那個天空看 台灣的西部 那個平地就是平原 最小的就是 最小的是竹南 竹南這個平原是比較最小的 第二小的就是新竹 旁邊都是丘陵 所以新竹的腹地是很小的 在這種市中心 在新竹的這個平原上面的 可以用的地 是非常稀有珍貴的 不能這樣子浪費 他們曾經污染 我把它救回來 結果現在又被浪費 做那個沒有用的天燈管 我是覺得在土地的利用 我們現在要求講求的是什麼 土地的正義 居住的正義 生活的正義 在這件事情上面沒有達成 沒有實踐 所以我們要 要來伸張這個正義 這個是我們的想法 跟我們的做法 那但是需要大家 一起來 給我們認同跟支持 好 我想說的就是 剛才我問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在苗栗的認知 一般來講 農會的話我們都是 都不怎麼好 對 所以我看了那個農會的領事長 我覺得說那個理事長非常厲害 但是 就像你講的說 這里昌文化工友 其實他是靠居民 很多居民 然後而且都是老一輩的人 的那一個 然後一起去把它擋下來 那我比較想知道為什麼 能為理事長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找我 因為對我們其實 新一代的運動者來講 就是 我們新一代運動者 其實就很少 真的願意出來 說幫 就是 就很有理想 心裡想要幫忙做事情的東西 心裡摳不到人 我刷子 跳八家這樣 摳得到人都比你多 對啊 對 那個農會理事長 那個農會理事長 他是水源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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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自己也種田 所以他知道 他的稻子 他自己不敢吃 他要拿去馬 對於一個農人來講 這沒有比這個更傷透的 我自己吃的 我不知道吃 他說為了要生活 我也要拿去馬 你要拿去換錢 可是我自己種的 我不能吃 這是第一個 他知道 他有聞到 那個味道 他知道那個問題 我說溫先生 溫漢樹先生 他真的就是 讓這個抗爭行動 成功的關鍵人物 他有他的人脈 他的那個整個水源里的村子裡面的 這些人 你一個人都聞得到那個臭味 那脈熊 那個臭到一種神奇的地步 你進去 你要是沒有聞過的人 這樣進去 你開始流眼淚 流鼻涕 然後全身都不舒服 那非常刺鼻的魚腥味 非常非常臭的魚腥味 然後你看這個教授 有沒有 戴著防毒面具上課 那個味道不是只有 旁邊兩三家聞到 是整片都聞到 整片的地方 會這個味道會傳到 剛剛你看到那個清大的那個 黃蹄園 他的宿舍 就是在那個 那時候的清大北院 清大北院也會聞到 連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的宿舍 那整片地方都會聞到那個臭味 那一開始李長榮在新竹廠不是做這個 所以沒有這個臭味 後來他們改變做的那些東西 就進了 在日本買了機器回來 做那個二甲吉安 做福馬鈴 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才 所以大家都聞到 會投過會怎樣 那個時候 那一代真的叫做足三角吧 那個台肥在做什麼流酸牙 做什麼東西 那種東西 那結果那個就是那個廢氣伸上去 然後下雨的時候下來就變成流酸 所以那個屋頂都會石成 雨滴多大就會慢慢的侵蝕 那個屋頂 我們那個以前的屋頂 不是都是浪板嗎 或者是什麼水泥的那種 或者是石棉板 就是會被侵蝕 然後西竹化工更毒 它是煉焦爐 所以那個有那個檢驗 發現就是說那個新竹化工 那一代的居民得到那個呼吸道 上呼吸道的那個問題的 或者是腫瘤的 是新竹其他地區的23倍 然後那個新竹化工做的東西 就是跟以前那個德國的盧爾工業區 做的東西是一樣的 以德國人的謹慎 德國人的小心跟嚴格 都發生了污染防治的事件 污染的事件 那以台灣人這些無糧廠商的 的無糧 你是會沒有事嗎 所以那時候的湯正 新竹化工是比較聰明的公司 一看乾跳 旁邊是眷村嘛 他就開始給眷村的那個 譬如說眷村應該蓋籃球場 他就給錢 譬如說眷村說要那個 有些什麼清函子弟 考試怎麼樣 他就去發獎學金 那比昌或不是 他就圍起來 我就賺錢就對了 所以呢 西竹化工這一邊 其實是比較嚴重 但是西竹化工做好鄰居 所以大家 而且他沒有味道沒有那麼重 但我發現說 喔有這個什麼腫瘤什麼的時候 他們就停下來 但是他們也不要做污染房子 因為他們做污染房子太貴 他們寧願罰錢 那個李長榮真的是很惡劣 一天要罰30萬可以連罰 因為污染水跟空氣可以連罰 他說我一次先繳一個月好了 我一次繳9百萬給你 你這樣給我做 因為我一天沒有做 我就損失287萬 所以有什麼 他就做欸 他就要繼續做 他就只要讓他做 他什麼都答應你就對了 他什麼事 所以他們也去找那個污染住啊 去做 就跟他們說 李市長你不要 你不要講話就好 你在城裡 就是我的室內也有房子 他說到李市長嘛 他說你在城裡也有房子 你去城裡住 你不要講話就好了 我給你300萬 300萬 當年1987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 欸 我那時候剛要 就是我那時候27歲 27歲28歲 27歲啦 我要結婚 然後我買房子 總價 我的房子總價100萬 就可以買到一個單位的房子 就是兩房兩廳的房子 100萬 他要給他300萬 所以你只要不說話 你不用聽我講話 你只要不說話就好了 結果 吳先生不要 吳先生說 加兩個鈴啊 他講加兩個鈴啊 加兩個鈴啊 加兩個鈴 我拿去贈的分分耶 他的意思是說 你再給我加兩個鈴 三億我拿到村子裡去 那是李昌龍笨嘛 李昌龍那時候答應 你現在就是爆炸就是新竹啊 對啊 李昌龍就是不肯花那個三億啊 就 而且 吳先生 他不是真的要錢啊 吳先生就說了 你會給我錢 你會不會給市政、市長錢 為什麼市長的那個 為什麼市長的態度馬上就轉變了 你會給誰錢 一定有給 所以呢 那個市長有這個買冤枉 他到底有拿錢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因為他的態度一轉變 全部的人他就說 你有拿錢 因為他有來問我 三百萬那你拿多少 他就幹這種事情 然後 那時候真的是大家都受不了 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苦啦 那都不用苦啦 大家拿去啦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他們在那個棚子裡面 那你看那些老太太們 每天來就這樣打招呼對不對 那有時候也會有事情啊 我也知道要去吃什麼人 什麼人送家 要去哪裡 就先來回市長 不好意思啦 我也知道要去做什麼 然後呢 就不好意思 然後就去了 回來呢 一定是什麼東西 大貓、小貓 就帶來跟人家說 不好意思啦 然後大家 那個 而且那些他們在做這個主持的時候 是非常的有計畫的 他們很怕冷掉 每天手在那裡真的是太痛苦了 對不對 就是 而且不是像現在喔 收拾的量會去捐什麼東西 他們都沒有他們自己出錢喔 都自己出錢 自己怎麼樣的 但是他們就是一直去 一直去加溫啦 比如說49天就做 七七49天啊 元七樓、百日樓、對年樓 什麼樣子 誰又來 誰又來 那個 其實說剛才是那個人 鹿港的人來喔 等一下又是 教授們來了 教授們就拿來捏那個扁 就是 勞苦功高 送他們一個扁 然後等一下又 沒錢喔 什麼就又 要什麼 環保之夜 然後 李長榮說明會 蜜亞拔就是開始就想各種的方法 然後真的有去在清大 還舉行了一個木盤子 木就是李長榮 叫做水源禮之夜 在清大的禮堂 然後舉行那個木盤的拍賣會 意賣會 大家就開始送東西去啊 這個送什麼啊 我記得那時候李遠哲 李遠哲也是新竹市公開房子行會的會員 他自己交會費了喔 然後呢他就 我就去找他 請他寫寫字 就買那個紙 然後買筆 去請李遠哲寫字 寫了青山綠水 心曠神醫 他寫什麼字沒有什麼了不起 重點是李遠哲 三個字 牽起來蓋個章 然後呢就拿來賣 六萬塊 對 然後呢 誰拿一個花家 就畫了一幅畫 油畫 就拿來賣 然後呢 像黃教授 我記得他那時候就送什麼東西 通常就是一個盤子 他第一次出國 去參加一個什麼會議 然後在波蘭買了一個什麼什麼盤子 那個時候是波蘭的華勒沙 什麼什麼的那個 那個時代 喔就拿出來賣 然後又什麼東西 就 那個晚上大概募款募了六十幾萬 扣除一些表演的活動的錢 但他們當然都大部分人都沒有收什麼錢 然後就 那個活動就繼續 讓這個抗爭能夠好好的進行 然後他們後來把電視啊 什麼鍋子什麼都搬到那個棚子底下去了 真正埋鍋造飯是那樣子的 當我看到那個學運的時候 已經有人去煮東西給大家吃的時候 我就說學運會成功 大家已經把那變成一個生活的地方了 變成一個生活的地方 那你說 就是我們沒有把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要把那個被壓迫 就是那個壓迫者的惡行惡狀 或是怎樣 清楚的讓人家知道 人家沒有辦法生活下去了 我們沒有辦法生活下去了 這種嚴重性 或是親自帶他來 親自讓他來 來一次的人每一個都 齁 這麼吵 你們每天都在這裡 他們就會那個 然後就是小孩子 他們有時候你 那時候還故意 有時候做一個很高的那個風向的 有沒有 風吹這邊喔 怎樣喔 然後等一下又什麼 反正想盡各種辦法去保溫那一場運動 所以真的啊 現在想一想 我們現在要聯絡多方便 每一個都用手機 然後呢 嫌手機太貴 還可以用Line 還可以用FV 當年連BB Call都沒有了 那個時代 電話都是要打到那個電話線這樣子 這樣打的 而且所有的親自單位都來 剛剛那個謝文蟲有沒有 像謝文蟲是調查局的人 我說你要不要看他 說我當年我已經在哪裡了 他在新竹嘛 對 他也有去 李長榮那些看啊 對啊 他非常清楚啊 什麼調查站啊 限調組啊 什麼各種的那種單位啊 都這樣子來看 對 所以 就是不要怕 誰不怕 當年是很嚴重的呢 那是很嚴重的 可是 因為大家在一起 集體領導 大家在一起 剛才我講的那個溫漢祖 還有一個高清貨 高清貨是年輕一輩的 年輕一輩的那個 他們的李明 他很懂得收集資料 他就把那個什麼 錄音帶啊 什麼的 他去開會 他就放錄音機 就錄 剛才前面的那些都是他錄的 然後呢 一些公文的資料 全部都留起來 到時候就是打戰的那個 然後呢 我覺得歸納重點就是 不要錢 他們不要錢 然後呢 他們知道他們自己要什麼 不會為了什麼法令啊 還是怎樣 那個國民黨 他是國民黨沒有錯 但是你要知道 溫先生的爸爸 在日治時期 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啊 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啊 剛才為什麼我會放那個 講為誰的照片 就是有一個傳統 在國民黨很有來之前 在這些人們被污染之前 有一個傳統 一個公理正義 在台灣人的心裡留下來 這個種子 要讓他再長起來 同胞要團結 團結真有力 那個不能因為什麼 什麼外在的一些框架 不要被那些框架束縛 我們只要掙脫那些框架 想清楚最基本的是什麼 最基本的是生存嘛 乾淨的水乾淨的空氣 陽光空氣水土地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賴以為生的東西嘛 所以把這個東西 心頭領好知道 對不對 手頭領好知道 你今天準備做紅胎 紅胎要來嗎 呵呵呵 好就這樣 你還問什麼其他的問題 嗯 我想問一下說 那當初有沒有 當初你說他被告啊 因為可是現在我們去擋場嗎 人家有損失的話 可能會控告你嗎 所以因為我們 我們在忙碌 我們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那邊想說 到底要不要去擋場嗎 可是問題是 我們身上都有財產 而且我們還那麼年輕 我們總不可能說說 他這樣子告我求償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錢過生活 是 對 就是那時候的法令也是一樣 也對 對啊 而且更嚴重 可是 對 我相信更有那種 可是 那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沒有什麼 是吧 是吧 嗯 嗯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把廠圍起來 在底長龍有效 在底長龍有效 可能在原山 下原山那邊的 那個污泥廠圍起來 有效 但是 有些地方不一定有效 不是 你不能用同樣的方法 你要用同樣的精神 對 我做過一些抗爭的事件 每一個事件都 要先 第一個事情就是 你要先找出來 你的戰場在哪裡 你的敵人在哪裡 你才能夠對抗 你才能夠對抗 你才可以去準備 你每一次都用違常的 用 你不能全部用違的 可是對脂肪來講 違常是會痛的 是 對 對脂肪來講違常是會痛的 可是可能還要想別的方法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 我其實滑龍的那個事情 我有去聲援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要怎麼做 但譬如說 我現在講說 譬如說新竹的香山失地 曾經市政府跟省政府想要把香山丘陵 把這個土拿來填到海裡面去 他們現在是海在這樣子嗎 沒有 他們現在沒有要填到海裡面去 他們不敢填到海裡面去了 香山失地把 他們還要在那個香山丘陵 要開路 馬萬道路他們要開路 因為他們 當時就是想那一塊丘陵那邊 他們真的不是要海 但是他要想丘陵這邊 所以他現在就是 我在丘陵這裡面 我就是要開路這樣子 他就在想說我要把這個抽林的地 要坎平 因為新竹沒有地 剛才講新竹沒有地 他們要蓋房子就是要地嘛 所以當年我們在管那個香山 就是海失地的時候 法流抗爭 我們沒有抗爭 我們通通都在環保署 我們通通都在環保署 一直在環保署 一直抗爭到處去串連把 所有的那個立法委員 那種國大代表什麼 省議員那種名代 通通都是取他串連 然後就把他那個 就怒機娃就取消了 在環保署就取消了 所以沒有做出來 那像新竹科學園區的焚化爐 新竹科學園區有一個焚化爐 要蓋的 要燒廢隆劑 他就在那裡 他也沒有垃圾 他也沒有那個垃圾車啊 這樣子 他不燒垃圾 他就是也沒有什麼工廠 而且在園區裡面 你要怎麼抗議 你要怎麼抗爭 違啊也是先違一違啊 就抗議啊抗議啊也違一違啊 他們會很難看啊 也是有這樣子的動作 可是後來戰場在哪裡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就是 在這邊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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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那個焚化爐就不能 到現在啊 2006年被我們關到現在 就沒有了 就沒有那個 那之前當然有很多的一些 要加溫要怎麼樣 要 cook 的東西 但是最後戰場在立法院 所以去立法院看記者會 去立法院怎樣怎樣 去立法院游水 然後給那個立法委員壓力 那公運的事情 我必須坦白講 公運的事情 我比較不了解 就是勞方資方 這樣怎麼去那個 我覺得有更長的路要走 我不了解 我不敢亂說 但是環保運動環境運動 我比較有一些經驗 我大概比較知道 所以後來在做其他的抗爭的時候 就比較了解說 這個情勢的研判 比較不會不會失準這樣子 就知道說戰場在哪裡 然後要用什麼樣的策略 然後就最後就可能需要 需要大家一起互相的 分享這種經驗這樣子 我很願意分享給大家 但是那 不會到我剛才說的問題 萬一他直接向水源綠的 你求賞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 所謂的那個業損失的時候 那是 有告啊 有告啊 真的有告那些人被告啊 因為那時候還在戒嚴死期 那些人真的被告耶 那些老太太們 真的就去上法院耶 但是那他不會扣押阿倫 那些人 不會 不會 政府不會扣押阿倫 不會 你只要人夠多的時候 那一群老太太 那一群老太太就去法院 被告了就收到那個查票 就去告 我有去我陪他們去 然後 本來說要請律師 後來我們研判說 不要請律師 就直接去 他們去了就在那邊發抖 嚇得要死啦 媽媽 然後就 就萬人 我吃到六七十歲了 然後就嚇壞 我嚇壞喔 就嚇壞了 所以那個無力的就是因阿 所以那時候資料就很重要 之前有什麼協調會 什麼你 你撕毀協議協調會 什麼什麼的那天 你自己寫獎的話 你沒有做到啊 這些資料就拿出來 然後呢 根本就是 他們就去 然後法官換來就問他說 欸 這個莫米人 你 你 你便給自己告 說你 妨害自由 毀壞公務 毀壞他們的東西 你有意見嗎 老太太就 我沒有意見啦 然後法官說 他要跟你告 你又說你沒有意見 他就說 阿姐 別人都要說耶 然後 他就要怎樣 然後連法官都在笑 連法官都在笑說 你真的真的不知道 然後就開始罵你常常 你這個 就這樣子 所以東西要幫他們準備 就準備好 那譬如說你們去 讓這個工廠這個人 有著什麼損害 會扣押財產 這些什麼東西 我比較不知道耶 我真的沒有這種經驗 可能你要跟那些律師們問清楚 而且我認為是不會 像剛才那個溫先師就被告 妨害自由 他氣死了 而且他被判四個月 他第一審被判四個月 他氣得要命 他說 那個某某人 在報紙上看到的某某人 也是妨害自由 是把人家抓來 然後綁起來 然後怎樣 好 那個 那種 你說 嘿 你知道妨害自由 那人妨害自由 都看了 過了 我這樣看四個月 我記得 就開始臭蛋 老狗 就開始罵 然後就開始罵 人不有 就是罵市長 他只要看到市長 就罵 當你的罵 錯 就這樣子 然後 他拿到別的辦法 因為他就說 他有來問我拿三百萬 要給我三百萬 我不要 他給你多少 你一收起來了 就這樣子 合理懷疑 這樣子 那個魏先生是頭腦之好的 這樣子 他現在也還在 我有三分五十會去 會去跟他那個請教 對 無甘苦 呵呵 他講到 因為這件你常用的事情嘛 對 然後他也是會 那個 想說 嘎仔 就是兩個字 嘎仔 對 所以公運有公運 公運有一些 也是有成功的案例啊 可能要 我覺得 總歸只有兩個字 人多 你人多就可以 你人不夠多 不行 所有的抗症 你人多 你人多就可以 加油吧 包括同塊也是這樣 這麼爛很多症狂 這麼爛的麻藝酒 這當選 這當選 所以公民要覺醒啊 公民要覺醒 曼熊 那個 他就是人比你多 他人比你多 你就輸他嘛 對不對 三百五十年的這個歷史 三百五十年的文化 三百五十年的響望 蘇格蘭還是沒有獨立啊 對 人不夠多嘛 對 對 人家至少生活什麼 還是用你主導 也就離開了 好 是 是 沒有錯啊 就是 不用打戰 不用怎樣 然後呢就可以決定 一個國家要獨立 還是不要獨立 這個制度 就是我們要追尋的嘛 對不對 不管 講講遠了 不管 獨立有 蘇格蘭獨立有的成功 最贏的就是蘇格蘭 為了不讓他們獨立 所有的那個條件已經 支票已經開到 開到現在英國人的時候 英格蘭說 我要獨立 幫你往上給蘇格蘭好了 呵呵呵 好吧 就這樣子 還有沒有其他的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就 抬到這邊 那個 那一片那個 光碟 是 就送給你們 如果有別的朋友 要來要看的時候 對 這一部紀錄片 731 高雄78以後 綠色小組那邊 有上傳到YouTube 對對對 而且有字幕 對 但是他的那個 沒有前面 我們這個錄音的部分 對 他沒有前面那個錄音檔 對對對 沒有錄音檔的部分 對 那個是 這是綠色小組的 所以不能拿來賣 不可以拿來賣 但是 當年綠色小組 來拍這些片子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綠色小組 真的是 留下很多珍貴的影像 就他們非常的辛苦 跟獨立 但是他們拍這些東西的時候 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 就是 所以他們也 非常的正向 非常的好的 把這些東西分享出來 所以我們 如果要 真的要使用 要怎麼樣的話 其實是要跟他們 跟他們談啊 跟他們就是付費 還是要 自己可以基於網路搜尋 那 YouTube上面有 對 沒有 自己綠色小組 它有一個網站 然後你要 以那個連份 去搜尋 其實各年 都連份的影片都在 對 他們做了很多的 他們 包括這個 還有什麼農民運動 520農民運動的時候 他們去拍 然後他們其實都有一個人啊 他們的那個 攝影機 那以前攝影機很大對不對 然後攝影機被那個水沖啊 而且布施者衝一次 衝三次以後 大家都叫他謝山衝 衝了三次 好 謝謝